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北美华人周刊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佛罗里达多家组织联合抗议SB264法令 美国交通部长担忧中国自动驾驶汽车技术 爱德华州黑历市华裔美国人遗产项目揭晓 国家地理讲述铁路华工后人寻根故事 华人女性经营书店募足30万重建捐款 华盛顿的美华博物馆推出三项新展 在佛州亚裔正义联盟的倡议下 7月18日下午 亚裔美国人社区代表和主要民权组织联合前往塔拉哈西 在法庭外抗议该州启示性的新住房法SB264 这一集会的契机是沈素新补森案听证会的当天进行 该诉讼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数家法律机构合作 代表四名个人原告和一家主要为华裔客户提供服务的房地产经纪公司 对SB264提出疑议 原告律师表示 该法案将扩大针对亚裔个人的住房歧视 并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平等保护权 集会后由法律团队和社区领袖参加的新闻发布会表示 质疑这一歧视性法律 要求法官考虑原告提出的初步请求 立即阻止该法案实施并宣布其违宪 法官艾伦温瑟表示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花时间才能对这一请求做出裁决 此次集会得到了十多个不同背景的主要组织的支持 包括义和机构 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 亚太裔美国人正义组织 华人平权行动组织 百人会 日裔美国公民联盟 全国亚太裔律师协会 全国公平住房联盟 全国伊朗裔美国人理事会 美华协会 反仇亚联盟 美国华人联合会 拉丁美洲公民联合会 德克萨斯州多元文化倡导联盟 拉丁裔正义联盟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 在集会上组织者 FAAGA主席 Iko King和义和机构主席 詹尼六发表了开幕词 二代伊朗移民 佛州众议员安娜发表了主题演讲 ACLU的律师 Arschely等组成的法律团队 至此表达了诉讼 具有多年移民律师经验的 Iko表示 这一法律是把 绸亚合法化了 我们从未想过这种歧视 能买一间房 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是每个美国人 而不仅仅是美国公民 都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第十四修正案实际保障了 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拥有财产所有权的平等权利和基本权利 但这项法案实际上禁止了我们 特别是针对华人 最后UCA会长薛海培发表了闭幕演讲 号召秉承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精神 为美国华人民权运动画下新的起点 并成为新一代美国民权运动的一部分 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7月20号表示 对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交通部存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担忧 这个表态是鉴于一些议员 呼吁限制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公司的运营 在7月17号写给布蒂吉格和商务部长 吉纳·雷德多的信中 由四名议员组成的两党团体要求 对中国AV技术在美国的流行情况进行调查 以及如何对其进行限制 议员们写道 自行驾驶汽车 激光雷达 雷达 摄像头 人工智能 以及其他先进传感器和半导体使用的技术 都可以用来收集有关美国人民和基础设施的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分享回中国 并最终分享给中共当局 布蒂吉格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无论我们谈及硬件还是软件 这像对电信或TikTok的担忧一样 对交通技术也存在担忧 一元的信引用了加州监管机构的数据 这些数据显示 由其家中国公司去年在加州测试了自行驾驶汽车 其中包括百度的阿波罗和机器人出租车初创公司小马智行 1880年至1885年间 超过150名中国移民抵达爱德华州的黑历 并沿着小武德河建立了一排小屋 他们开设了小的中餐馆 并种植了蔬菜 他们在镇上从事体力要求高 工资低的工作 如洗衣工 蔬菜和水果摊贩 伐木工人 家庭庸人和厨师 但无论他们从事哪一种工作 这些中国移民都是受到二等待遇 更坏的情况是受到种族恐怖主义 甚至遭到抢劫和谋杀 今年4月 黑力艺术与历史保护委员会开始讨论 如何用艺术项目来纪念和疗愈这段悲惨的历史 在与当地的美国华裔社区成员等合作方面进行讨论后 委员会发布了一份艺术家征集案 呼吁艺术家为华裔美国遗产公共艺术项目提交设计方案 在庆祝黑力的多样性和纪念中国移民的遗产的同时 该项目也承认黑力历史上充满种族暴力和不公平的一个方面 7月10号 黑力市议会批准于当地艺术家的公共艺术设计 该方案旨在建造一座新的华裔美国遗产纪念建筑 作为通往历史悠久的中国花园社区的门户 该设计名为繁荣山 作为对中国移民在黑力种植历史的致敬 该结构高约8英尺 宽约2.5英尺 将放置在主街交叉口的圆形路边 该设置的另一部分将是一块壁挂式牌点 重点讲述华人移民黑力 从事铁路和服务业工作 并开办自己的洗衣店和商业菜园的故事 并将刊登1880年代的两名中国黑力居民的照片 国家地理杂志和自由杂志合作的 《过去就是当今》系列 近日推出铁路华工专题报道 详细描述了两万名华工的艰辛奉献历史 他们后人的寻根和纪念 以及至今仍在争取认可的努力 华工们冒着生命危险 在穿越内达华山脉花岗岩的线路上 开凿了15条隧道 并修建了防护雪棚 他们参与铺设的铁路 将从横贯大陆的旅行时间 从118天缩短到6天 作者写道 站在铁路工人的犹他州的定居点遗址 想起了150多年前 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华工的生活是什么样 在这个简陋所在不远处 有一个用栅栏围起的墓地 志愿者带着狗寻找栅栏外的遗孩 因为中国人不被允许埋在白人所在的地方 面对这些为建设美国而艰辛工作的人们 我们感到很耻辱 雪棚保护了铁路 免受暴风雨和雪崩的影响 但在建设过程中 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保护 人们不止一次发现了被雪崩埋葬的工人 冻僵的尸体 有的人手里还拿着铲子穿过内达华山脉 穿过犹他州的沙漠 爆破隧道 夯住铁道的主要是中国人 他们参与为北美铁路旅行和美国西部的经济扩张而点击 报道采访了华工的后人 一个年轻人说 了解祖先的历史给他带来了一种认同感 让我意识到我绝对属于这里 历史学家康宁央语积极倡导表彰华工贡献 他自己也是华工的后人 一位名叫Mark Chunk的华工 在当时是工头 1875年还赢得了金表作为奖励 这块金表一直在家族中代代相传至今 位于纽约唐人街的第一间 由华人女性经营的书店 7月4日意外遭到大火焚毁 在GoFundMe上展开募捐 如今这家名为U&Me Books的书店 已经收到了超过30万美元的捐款 将用于翻新重建和支付员工的医疗保险 该书店是工程师Lucy 于2021年底开设的 重点关注移民和有色人种的故事 被认为是纽约市第一家亚裔美国女性 拥有的书店 书店以社区为核心 是唐人街社区的一个受欢迎的港湾 在这里举办过新书发布会 艺术家快闪活动 开放卖职业 安全设备分发活动等 本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华裔美国人博物馆 从7月20号起特别推出三个新展 分别是李扬国摄影展 李小龙纪念贴和旗袍文化展 代表了华裔美国人故事中 截然不同的主题 谢谢你李扬国 亚裔美国人的非官方摄影师桂冠 展出她的一些最具标志性的照片 以及罕见的照片 由熊猫快餐连锁店赞助 李小龙 美国之子和国际偶像 纪念这位文化巨星逝世50周年 展出一些罕见图片 个人文件和物品 展示了她作为艺术家 哲学家 和家庭主男的不同侧面 旗袍的时尚身份 代表女性形象 提供一场关于旗袍的视觉之旅 从她的起源和历史 她与女性平等和对待独立的追求的紧密关联 以及她的影响如何延伸到西方时尚文化和艺术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